哈喽,大家好,我是花生,我是一名药技师 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我就在想 发烧听起来是生病才会有 听起来是一个不好的东西 那为什么人要发烧呢? 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人会发烧 人会发烧是因为遇到了病毒或是细菌的侵入 而导致人体分泌前列腺素让头脑调高体温 高体温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系统 去打败这些病毒或是细菌 但是但是,发烧也会导致人头痛 喉咙发炎,头晕等等 发烧并不是一种疾病 而是人体为了应对感染的一种症状 发烧时,我们可能会头疼,不能好好的休息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拿潘纳豆来吃 以让身体感到舒缓一些 如果吃的潘纳豆还是没有退烧的话 我们可以到药房询问药剂时是否需要 Ebuprofen来消炎止痛和退烧 除了药物,我们也可以敷湿毛巾 或者是用退烧贴来提高舒适程度 退烧贴主要是利用明胶来持续吸收热量 不像水会蒸发 说真的,退烧贴会比丝毛巾来得好 但是这种做法比起药物只是降低表面的温度 而药才是降低人体内的温度 一般的发烧感冒是不需要抗生素的 通常一个星期都会好 所以你也不要一直要求医生开抗生素的药给你 但是如果持续发高烧,我们才要担心到底是不是脑炎 脑末炎 这个时候就可能需要看医生服用抗生素了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吧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健康医药的疑问 都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询问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记得点赞和分享这个影片 还有记得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我们下个星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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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